这是一款特殊的手机 它开创了诺基亚影像革命的仙潮 遗憾的是它又是诺基亚赛班系统的绝丧作品 它就是2012年发布的手机诺基亚808 全名叫做诺基亚808 PureView 808是一款跨时代的作品 整机有两个亮点值得夸赞 一是它是全球第一款得到卡尔赛斯工学标准认证的 搭载4100万像素的智能手机 二是它拥有当时最大1除以1.2传感器 比诺基亚M8的整整大了2.5倍 在那个年代我只能送给它四个大字 遥遥领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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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继续领先 你能想象诺基亚808的顶部还有HDMI接口 可以通过专用数据线连接电脑投影电视 我估计这功能当时也就是808这独一份呢 令人遗憾的是诺基亚808上市没多久 诺基亚官方便表示这是最后一台诺基亚赛班设备 然后就和微软展开了亲密无间的合作 再然后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808的影像水平 其实放到现在依然非常的能打 用过的朋友想必多真有体会 作为最后一款搭载塞班系统的Nokia手机 808的配置毫无疑问是塞班系统最顶的配置 搭载了1331兆赫制的RM11处理器 运行内存512兆 内置存储16GB 这样的配置在4100万像素的摄像头游刃有余 Nokia 808既是诺基亚影像系统起飞的起点 同时也是塞班系统最后的挣扎 这就是诺基亚808了 你用过吗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